暗图索记 骑马真微风 这怎么会是马 这明明是一头小毛驴 哎呀 它一定是马的亲戚 长得太像了 看到模样像的 就说是马 一点都不动脑筋 你这是在暗图索记 最后那句话 我听不明白 暗图索记 是一个成语 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早在春秋时期 有一个名叫伯乐的人 他对马很了解 所以人们经常找他来像马 我的人气很高吧 看 门外面都是我的粉丝团 他们知道 我最擅长分辨马匹的好坏 都争着 把自家的马带给我鉴定 我是伯乐的超级粉丝 他的成名故事 我记得滚喝烂熟 有一次 他路过一个地方 忽见一匹拖着 延车的老马 鼓马叫个不停 不不 我其实是尚好的千里马 都说 你怕驾错狼 难怕入错行 我真委屈 入错了行 一匹宝马 在慢慢消耗锐气和体力 实在可惜 为了让更多人学会像马 我要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像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一本书 书名叫《像马经》 终于有人为我推出个人写真了 这辈子总算没白火 其实伯乐本名叫松阳 他常常被人请去石马 玄马 人们都称他伯乐 我是秦穆公 也是伯乐的好朋友 哎 马老了跑不快 人老了眼睛坏 伯乐 你快把绝技传给你儿子吧 哎 我早想到了 可是 家门不幸啊 别人都当我是傻子 哼 我偏要证明给大家看 我才不傻呢 好 既然你不傻 那你就去学吧 像马经在手 找好马不成 我上路了 但我好消息 什么鬼地方 连一只蚂蚁都没有 哪会有好马 这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千里马的额角高 而且丰满 眼睛闪闪发光 四个蹄子又大又端正 你完全符合书里的形象 快给我回去报喜 你看 我找到的这匹千里马 跟你这书上说的差不多 你的这匹千里马不会跑也不能骑呀 就是 傻小子快回来 现在水大 不要淹死了 小朋友 刚才那个说的就是暗图锁记 这里的锁是寻找 记是指好马 这一成语 原意是按照图像去寻找好马 现在就比做事拘女教条 不结合实际